单身独具的中年美妇 风度翩翩的大老板 是什么让他们擦出爱的火花 情敌通风报信 联手捉拿情人 是什么让他们因爱生恨 情长老手 偏财变色 终究难逃法网 敬请收看本期夜线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夜线节目 我是张岳 今天这个事件的男主人公 50多岁了 尽管青春不在 但是据说特别令女性迷恋 她常常会向女性出示这样一张照片 大家可以看一眼 据说因此照得很多女性喜欢 那不久以前 有两位中年女性 一起来到了重庆福林区公安局 号称是来报案的 这两个女性 一个47岁 一个41岁 说她们要来告她们共同的男朋友 就是刚才的那位先生 一起来看 观传书里来龙去脉 2016年初 有两位女子一起来到了重庆市福林区公安局刑警支队报案 她们说她们曾是情敌 而这次她们要告的人 正是她们共同的男朋友 然后她们说她们被同一个男子骗了 然后我们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两个女的会被同一个男子骗呢 本来我离婚了 四十多岁了 我还想去求我下半生 还要去追求我的幸福 但是那已经事情也出了的话 我觉得对我的影响很大很大 开始嘛 反正孩子想她把钱拿回来 就算了嘛 开始我就是这样想的 必定管她怎么人家说她一月夫妻百人 开始就觉得她只要把钱拿回来就算了 对跟这个张某相处的每个人都基本上有一年 一年左右的时间相处 也是同居关系的了 结果她骗了这么多女人 我们才知道她是个骗子 我们才去告她的 那么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民警经过调查特质 何女士今年四十一岁 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独自将儿子抚养长大 不惑之年的她依旧风韵犹存 渴望有一个温暖的肩膀可以依靠 2014年的一天 在金殿上班的她 遇到了一位客人 我就问她买什么 她说她随便看看 她就问我的电话号码 我就说那加微信吧 就这样把微信加上 就这样 这位客人和何女士攀谈后成了朋友 这名男子子称姓张 山西人 来重庆不久 在这边做玉米生育 当时我还是觉得她蛮干净 我觉得她好像很用礼貌 张某脑瓜还是比较好 嘴上会比较会缩一点 就随便走到一个地方 就针对这种女性的话 大家期盼谈 留了电话后 张某和何女士打得火热 张某说自己是转业军人 多年来一直做粮食生意 她还给何女士 看了她以前英姿飒爽的照片 她说她也是离婚了 我说那我也是离婚了 我们发现张某所接触的这些女性 都是40岁左右的女性 并且是离异的女性 她们这些女性的特点 是对婚姻的渴望比较强烈 很希望自己在下半生 找到一个如意的男人 一起过日子 何女士觉得自己渴望的爱情 就这样突然降临了 张某总是会说些甜言蜜语 并就告诉何女士 她生意遍布全国各地 一年能挣100多万 之后两人感情迅速升温 当时妈我就觉得她这个人 还是很爱干净 很讲究 我就慢慢就对她有好感 朋友说我去那里 就不要去吃房了 我说就搬到我这里来住 就盘谈了之后 她就会留下对方的电话号码 最终就吹久了之后 就确定了男女朋友关系 然后就会一般情况下 就会住到女方的家里边去 张某堂而皇之地住到了何女士家里 可张某不是大老板吗 为何还要租房搞得如此寒碜 对此张某说 她不是没钱 是生意中很多欠款还没收回来 其实我还是有点怀疑 我就觉得 我说你怎么 你住的运营生意不可能 一分一分钱就没有 她过来的时候就把那个 离婚洞啊还有那个清条啊 不是几十万的清条啊 就跌入嘛 她上面的金额最大有几十万 有百多万的 所以人家欠她的钱 张某上的厅堂 下的厨房 无微不至的关爱 让何女士很是感动 而且何女士觉得 张某是有底气的人 因为张某说了 她在重庆有两套房产 她也吹嘘过 她说她是也是里面的一个领导 然后另外就说她现在退休了嘛 退休了 现在就出来跑粮食生意 然后火车皮她吹过嘛 她拉粮食的那个火车皮 都是三四十车的火车皮 给她拉粮食的 她给这些受盖人说 一年可能百八万的那个什么利润吧 她可以找这么多钱 所以说这些女性一听 就觉得还不错 就经济条件这一块嘛 还不错 张某说 自己虽说有经济实力 但却是身无分文 所以平时都是何女士拿钱出来用 我就当时就我就相信了 她就说 没有付出哪有回报啊 她说 真的很会说话 她 心甘心愿的就有点那种 虽然张某没有钱 但何女士十分相信自己的男朋友 觉得自己找到了一个可靠 又有经济实力的男人 她就说 她不是投在那个玉米生意里面的吗 她说 都里没钱嘛 就说 我就拿钱吃了花嘛 去借钱吃了花 她说 分一钱的话 她说 你这点小钱钱 她说算什么 她说 何女士一个月 也就两千元左右的收入 没钱的时候 她甚至借钱给男友花 就没钱花了嘛 没钱花就去借钱来花嘛 她说她不是生意起来的 就把钱 就全部给还张某 为了让女友相信自己 张某就告诉女友 有机会去看看她重庆的房子 不久 张某真的带着何女士 从福林到了重庆 来到一个小区 娴熟地打开了一套房子的门 有她的帮这些在里面 她的衣服在里面 还有她的房产凳子在里面 看完房子 张某说了一句 让何女士又惊又喜的话 她说 她说 你如果说你不相信的话 她说 我就把那个 福林重庆 那个阳光一百的房子 她说 过付给了一套 为了表示诚意 张某说 自己找熟人过户 为避免女友奔波之苦 贴心的张某提出 自己一个人 去重庆办理过户手续 就可以 只需要何女士的身份证 我写一个委托书 她说 直接都给你 把父过给你了 她说 你把那个 身份证给我 我说 那要不我们 把那个结婚证领呢 包装自己有钱 人卖广 又是一个军人身份 现在还找着 每年都还找 百来万 这么好的人 肯定很多女性 像特别是这种 离婚失败过的 更加渴望这种 单身的男性 是不是 结尾夫妻 而这时 张某提出 过户需要一定的手续费 看她手头没钱 需要何女士 想办法 她说 这套房子 过户给你 需要一万八千元的 过户费 然后就很合谋 打一万八的 过户费给张某 就是这样去 给你 你就借了三万块钱 她一个人去过 的时候 当时还是 当时我就不太差 没过多久 张某就把房产证 给了何女士 何女士非常感动 当时我也有这种想法 也有这么一点想法 反正也是 因为我说反正 我们又没结婚 又住在一起 我也花了些钱 她过费套卖 过费套卖 那也可以嘛 然而 过完户不久 张某以做生意为由 说要离开一段时间 何女士隐隐觉得不安 因为她发现 男友总会 打一些神秘电话 她平时的话 打电话 打的话 她就失望掉了 还有她回来的话 就打了一个电话 要么调整经营 要么调整飞行模式 我都发现 我都没有去 穿破她 因为我知道 她肯定外面 有女人不少 她做生意嘛 肯定有钱嘛 当时 肯定外面 难免有很多女人 何女士虽然知道男友 在外面还有其他女人 但是她觉得 好不容易找到 这么称心的男人 她不想轻易放弃 万一她接触上了我以后 她可以慢慢地 把这些都忘记嘛 我就说要给她一点时间 给她把这些人给忘记嘛 你说是不是 当时我真的是这样想的 我说她只要人家打电话 她不接嘛 肯定我想她对我就是真心的嘛 但是我把这些电话 我都知道 好几个女的电话 我都知道 我都给她存起来了 她上厕所呀 出口的时候 我又把她电话存上了 然而这次张某一去就是几个月 期间只打了几个电话 再也不露面了 何女士的家人提醒何女士 去鉴定下房产证 而这一案 何女士傻了 我去念证房产证是假的 我才知道她骗了我 经常对这些女的说 她说我这几天要到什么什么地方去收账 我要出去几天 或者十天半个月 或者一个月都不回来 然后她在这个时间段 又走到另外一个女的那里去了 然后在另外一个女的那里 过了个十天或者几天 然后又到另外一个女的那里去 就是在这个几个女人之间周旋 然而就在今年一月的一天 一个陌生女人给何女士打了一个电话 女人在电话里说 我才是张某的女朋友 观众朋友正在播出夜线 这个张某啊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 她只是一个骗术很低劣的骗子而已 但问题是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上当 而且张某每次下手 找的都是四十多岁的离异的中年女性 照说这样的女性 有过恋爱经验 有过婚姻经验 有过离婚的经验 有过人生经验 她们不太容易轻易上当 奇怪的是 一片一个准 张某就用这种方式 骗了好多的中年女性 而且不止这样一个案例 这一类的案例 我们接触过很多 那么这种男性的骗子 他们到底是利用了中年女性的 一些什么样的心理弱点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电话里的女子自称姓王 王大姐了以后 独自租住在一个小房子里 她在电话里告诉何女士 自己和张某已经同居一年多了 张某还一直都没回去了 小孩都发意到我这里来了 可让何女士没有想到的是 王大姐说 自己也一直在找张某 就这样两个女人从情敌变成了好姐妹 张某成了他们同仇敌开的仇人 她又跟我打电话说 他把那边人处理好了 来跟我两个好好过 她跟小某打电话 跟我说 跟他说 把我的事情处理好了 回去跟他两个好好过 后来就是我们两个姐穿帮了 王大姐告诉何女士 她是在2014年一场饭局上认识了张某 慢慢的感情都成生了 都能够变成男朋友 后头我们还准备一起生活 对女人的关心体贴 还有照顾 还有她的家人也很爱好 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 张某还带着王大姐在福林看了新的楼盘 一天张某给王大姐打电话 说她凑到了买房子的钱 她在和这些女的交往的过程中 她会把这些借条欠条 主动出示给那些女的看 然后给那些女的说 我以前是做粮食生意的 我现在别人欠我好多钱 这个公司欠我多少 那个公司欠我多少 你不信你看嘛 人家给我打了借条 后面我们通过侦查发现 这些借条就是她本人自己伪造的 并且那个子母印就是她自己摁上去的 并且是同一个方向 张某不但说自己给王大姐买了房子 还吹嘘自己女儿是空姐 吹嘘说某医院的院长也是自己的拜把兄弟 目的只有一个 让王大姐和他的家人相信自己的神通广大 他说他自己认识的人广啊这些 实际上根本他不认识这个人 前人张某其实挺狡猾的 他的那个什么手机里面 存有他的什么女儿啦老婆啦这些名字 后来我们经过攀谈之后 人家就那个女儿的电话就说 他实际上跟张某只是一般的朋友关系 是一个老乡群里认识的 张某拙力的伎俩 蒙蔽了很多人很快 以介绍工作为由 张某先后从王大姐及其亲属手里 达到了三万多元的好处费 其实我都是在中间的传达一个话 收了那个钱以后 第二天他个人都把那个钱 都去去上重庆切的事 拿到王大姐亲戚这笔钱后 张某说自己要回山西老家办事 刚开始张某还常常打电话回来 夫人之中啊 他几天他给我打了电话 他都说他走了 他说我的事情 我今天马上去出那件事情 如果说我晚上的手机打不通了 都可能怕有事了 他说我别紧急起来了 电话别收了 而是别人尽管起来了 之后张某的电话就打不通了 王大姐还十分担心 突然有一天 王大姐的一个朋友说 在福林的一个麻将馆 看到了张某 王大姐火速看到麻将馆 果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张某看到王大姐 撒腿就跑 当时我人都撒了 两人推丧中 张某猛地将王大姐推开 迅速逃跑了 王大姐彻底绝望了 直到自己上趟受骗了 因为张某骗了王大姐亲戚的钱 亲戚也和王大姐反目成仇 由于总也抓不到张某 追不回被骗的钱 王大姐无奈 找到何女士一起报了警 经福林区公安局刑警支队民警调查 嫌疑人张某根本就是个无野游民 核查了之后就发现 张某其实并不是他 他像这些受害人吹嘘的那样一个身份 一他也不是什么军官 二他也现在根本没有什么 没做什么事情 现在根本 别说一百万可能一年十万可能一万块钱都可能没找到 因为现在他就是一个无业人员 完全就是靠他接触的这些受害女性来接近生活说的难听点 按我们这边的说话就是吃晚饭的 问题是这里的女人他就主动了 不是说你主动 全国可以看看是四川的女人那很有名气的 那还用说了 东北的四川的 全国来说这两个城市比较复杂一点 经警方核实 张某对多名女性实施了诈骗 涉案金额十万余元 让民警感到惊讶的是 张某用来骗何女士的那套重庆的房子 他真正的主人姓邓 这位邓大姐竟然也是张某的女朋友 她是趁这个女的上班的时候 把何某带上去 然后让何某看说 这是自己的房子里 我自己的衣服啊东西都在房子里面 让何某相信 何某看了确实对张某很信任 2016年3月 犯罪嫌疑人张某在成都被当地警方抓获后 移交给福林警方 经审讯张某55岁三七人 张某交代 他把自己包装成成功人士 寻找单身离异的大龄女子 利用这些女性对美好爱情的渴望 以谈恋爱为由 对受害人进行骗财骗色 并同时与庶民与姓周旋 也许他们就只找到大会儿了 怎么怎么的呢 这东西之中什么想法都有 这些女的以为张某是个有钱人 虽然说她现在的张某没有收回来 这些女的对她还是很好的 都以为她是真心实意的和她们一起过日子 其实这些女的不知道张某 是在利用这些女的对她的信任 对这些女的进行诈骗 可能那女的上香楼以后 她什么事能做得出来 这东西我也说不来 反正我楼是确实 我真的没有骗她 你这样子来 那你骗我吧 有些事情我没有处理 我承认 出了以后不会这样子 嫌疑人张某行骗的种种手段 非常低劣 甚至可笑 但是还是有很多女性上当受骗 我们就查了张某的轨迹 就发现她有很多开房的记录 上面有很多女性的打电话 过去核实 那些就最开始都还不是很相信 就不信张某是诈骗犯 我们几个女孩子反正就这样说 都说哎呀好笨啊 自己心甘情愿把钱拿给人家花 又骗色又骗财 还要这样那样的真的是 我不能说 常常我骗财骗手吧 不过是有些时候 山里人的知识 我也不是甩 怎么说了 他还就秋秋的还都 秋秋明明的买 买上还不让他把他妈知道 还不让我说 你说这这这这是不是 这东西有时候我也买不住 对不对 他们又买过 欺骗感情嘛 那个没事嘛 没有欺骗到金钱嘛 那个金钱感情 怎么都欺骗了 心里是不踏实的 我说要是看到他本人 我非要打死他 如今张某因涉嫌诈骗 终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而那几位被骗的大姐 或许需要很久 才能走出被伤害的阴影 哎呀反正二婚都难得早 自己带个儿子 人家觉得好像你有个儿子 好像都有一点难得早 真的 但是也没办法 我还不是想找一个就能成功 但是不是你所想象的那种 始终没办法 本来还至少一个合适的 踏实的人过辈子 据了解 嫌疑人张某的确有一个 二十多岁的女儿 当问及会不会担心女儿 也受到他人欺骗 张某很是纠结 我就是怕俗语说嘛 你不想 哎 我女儿也是个很右强的女儿 我也就奉劝唐两个 以后出去 以后了 遇到这种情况 多考察 多考验 对吧 不要随随便便 相信的男人 通过张某这个案子 受害人如果多去问一问 他张某的去向 多去问一问 张某的这些钱 借去是怎么花的 去核实一下的话 其实张某这些骗 根本骗不了的 这些人受骗的人 唯一的就是说 被爱情冲昏头了 所以也是提醒大家吧 就多留 处朋友 多留一个心眼 别被爱情蒙蔽了眼睛 说到解析集思广益 观众朋友继续播出夜线 到场嘉宾 媒体人黄飞杰博士 心理专家百言仪 女士欢迎两位 这些女性 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 她们不是处处茅庐 不懂事 她们是中年人 她们有都五十来岁了 她们自己结过婚 离过婚 做过母亲等等 有生活阅历 照说不至于 其实这人 骗数都特别低劣 拙劣 稍微留心 都能发现 但是居然就全信了 不止这两个人 很多这样的女性 为什么那么容易相信 以至于让这骗子 还就得意了 你知道 她居然说 她们乐意 她们都上赶着我 她们追我 她们主动给我 所以我不是骗子 当然我们必须确定的一点 她就是骗子 虚构事实 比如说什么 又弄假证 又弄假房产 又假专给人家 假身份 介绍工作 这种虚构事实诈骗 他人钱财的这种就是诈骗 但是她都可以得意到 觉得全是她们追我 全是她们主动给我 为什么这些中年女性 会上这种当 而且是一而再 再而三 首先 我觉得刚才咱们最后结尾 咱们的那个警官 特别善良 他说不要被爱情 充分了头脑 不要被爱情蒙蔽了双眼 但我觉得在这个案件和您刚才说的这一类中年女性 她们不是因为爱情把自己的双眼给蒙蔽了的 她们是因为自己价值感缺失 我作为一个女人 没有能够去顺利的经营我的婚姻 顺利的把我的家庭维护好 我的角色 夸插在我中年的时候中断了 这个对一个女人来说 是有很大的价值挫败感的 然后第二点呢 就是我已经人到中年了 而且说句不好听 可能在她们心里觉得已经自己朝摔了 这道路上就是人老色摔了吧 她们可能这样自我定义 人老珠黄或者这么说 那我已经不再会有可能去获得那么美丽的一个情感 和那么好的一个伴侣 能够经营一个 重新经营一个幸福的婚姻了 她们对此有特别强烈的恐惧感 第三点是什么呢 越来越老了 孩子都长大独立了 没有能够陪伴在她们身边 这时候她们对于自己晚年 可能我躺在那儿 说发烧拿不了水 连给我倒杯水的人都没有的那种孤独和无助 也是她们巨大的恐惧 所以这个时候 突然间有一个能够陪伴在我身边 有一个能给我血寒问暖 给我做饭还愿意给我买菜 哎呀这个这个简直就是天上就掉下来一个宝哥哥呀 那我受了一辈子苦 我这个终于遭受了那么多的不幸之后 善良的我还是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回报的 那么她在这样的一种自我心理安慰下 让自己愿意相信这样的一个男人 她所做出来的一切都是真实的 她的幸运 她的幸福 也都是真实的 其实根本原因是因为 她不相信自己是不是有能力再次获得美好 不相信自己是不是真的能够幸福 但是她有无比的期待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冲突的一种心理状态 所以导致他们会被蒙蔽 所以蒙蔽他们的是自我的惶恐和价值感缺失 而不是爱情 与其说是对方太可信 不如说是我自己特乐意信 然后我自我催眠让自己信了 而我之所以要自我催眠那么乐意信 是因为我实在是很恐惧 我实在是缺乏安全感 是这样的 骗子我觉得骗子就像钓鱼一样 他有一个鱼耳 我们这个案子当中的骗子 他那个鱼耳真的是很特别 很容易让别人上当 中年男性现在有一个 我们说我认为是社会上的一个通病 经常以事业为由不顾家 这个男人顾家会做家务 体贴人照顾人 是这个时代中年男子身上的 一种稀缺的价值 这个价值对一个离异女性的 打动力是非常强的 好 他有这个价值在了 然后呢 这些女性在他的身边游走的时候 其实按照是你说的 这些都是经历过 看过很多东西的人 我认为他们不是完全上当 很多时候是假装上当 饮症止渴这个词知道吗 知道你是毒药 但这个毒药太好喝 有可能我有天然免疫力呢 他就试试看 喝一点喝一点 最后喝上瘾 所以这个真的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 按道理到我们这个社会发展到今天 实际上我们的社会保障 对这个中年一女性来说 自足 N个系数解决是没有问题的 吃饱穿的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问题在于 这些人在精神生活 个人的家庭生活上面的这个缺失 是不能为社会为外人盗的 所以他们就形成了一个什么的 一个盲点 我们社会上没有人看得出觉得他们好像挺可以的 也不是那种人 实际上他们是真正的弱势群体 而老是被人欺负 别人给点好 他们就完全就手足不错 不知道怎么面对 然后明明知道这太可疑了 我再熬一下吧 我可能怎么样 我能够打动 我怎么样 就保持了一点点的矫情心理 最后就一步一步的被骗了 所以这些人真的是很可怜 我们这个我觉得吧 我们现在就是一直说我们这个社会 这个各种组织啊 要解救这个弱势群体 就帮助那个帮困 那个弱势群体 我认为离异女性也是弱势群体 我们有关组织和部门 一定要想办法来帮助他们 但是倒过来说啊 这个帮助的难度要比帮困还要大 因为什么他目指上不缺乏 那你怎样在其他方面帮助他们 这是一段难题 您说他们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弱势群体 我特别认同 就是你看哈 这些女性 我接触过的这一类女性 他们在找伴侣的时候 他们都要求那个男的 在经济上条件得特别好 或者是什么军官吧 警官吧 殷实伤人吧 就是这些男人就是伪造这种身份 才骗了这帮中年女人的 你从这个角度说呢 好像这些中年女性很贪钱 物质 很愿意啊 很物质 很愿意从男人身上捞好处 但是实际上你看他们的相处模式吧 这些女性从来没有从对方身上 拿到过一分钱的好处 他们没有花过男人的钱 整个过程是他们在支撑这个生活 他们在给这个男人付钱 但是也就是说 其实如果你要是能这么清醒的看自己 我有能力养活自己 我甚至可以养家 我甚至可以照顾你 我为什么一天到晚就盯着 谁谁谁能照顾我 能能养活我 然后只要人家给这么一个信息 我就扑上去了 所以你说他缺的是钱吗 缺的是生活保障吗 不是 他缺的是安全感 他以为他自己没有能力活着 其实他有能力活着 还有 比如刚才那个女性说 有一句话特让我吃惊 他说你骗 你要是骗骗我感情 也就算了 你不光骗感情 你还骗钱 这个我就很生气 我简直他不能杀死你 我就很吃惊 我就因为我觉得 感情就可以骗骗算了吗 为什么他会那么想 其实有强烈的感情饥渴 就是他太需求了 你能陪我这段对我挺好 哪怕最终你懵了我 没跟我结婚 我也认了 特别大的那种情感饥渴 其实很自卑 内心是巨大的这种自卑 所以我就想说 一个中年女性 活到这个岁数了 就是怎么解决 自己内心的这种 没有安全感 这种自卑感 这种强烈的饥渴 以至于到了 就是不变是非 不变真假的地步 对 其实我们说 是不是女人就多读书 就会一定有帮助呢 可是我们说这类案件 它也不止发生在 知识比较少的女性身上 有一些知识型女性 有有有 对 有高教育背景的上当的 也有 我们就觉得特别奇怪 所以我们说 作为女人 她一定要把自己的快乐 能够去想办法 建立在更多的渠道上 就是我的价值感 我的快乐 我的保障 那这时候我觉得 得不是说 我等我四五十岁了 我再开始做 这件事情的储备 我觉得这件事情 得从稍微年轻一些的时候 就要做 当然做这事 不是做离婚的准备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做让我们的情感 被获得幸福的 这种情感的来源 更多的这样的一种准备 否则的话 你就算不离婚 你两口的天天的 说实话 也可能出现别的问题 那比如说 多给自己设置一些兴趣爱好 多让自己有些技能 多让自己去了解 这个大千世界的一些 真实的状态 然后多有一些好闺蜜 好闺蜜有的时候 在这种状态出现的时候 他能够以一个第三者的眼光 去给你客观的分析 因为我们会深陷其中 我会觉得 哎呦 千万别是假的 我就再付出一点 我再看看 千万不会是骗我的 如果骗我的话 我就活不下去了 我会被人成为笑话的 他更多的是 现在自我的感受当中 但如果你身边有一些好朋友 他知道你这件事情 他帮你分析 一次两次三次 他帮你分析的时候 他能至少让你感受 有一点点的警惕 其实这些都是 我们要去做的一些事情 因为我知道有的人 就是他不相信 这种事情是真的 因为他觉得 不管是真的假的 我是个例外 因为我认为 我还是有资格获得幸福的 那些都是傻子 我不是傻子 是因为他在自己 太害怕 这是个假的了 刚才您说的那些 一个女性 如果她活得真的 内心挺充实的 她注意力有处投放 可能她不至于 这么缺失和缺乏安全感 但那个是从年轻 活到中年 练就了的一个生存状态 对很多这样的中年女性来说 从年轻时候就没那么活过 就没练就 所以她到这岁数 她也不会 你让她献血 内心充实 已经学不来了 那好 我已经活成现在这样了 我真的就没什么能力识别 那我们就说说 我们能怎么预防一下 这样的男人吧 哎呀 咱们刚才说的 第一 你要有身边有朋友 你要有这样 天上掉一 老哥哥 掉一大馅饼的事 你一定要跟周围的人 说一说 让大家帮你去来识别 第二点就是 千万别只片面的相信 这个男人 他给你呈现的一切 包括他的状态 他的证件 他的文字性的一些东西 不要要深入到他的社交圈 甚至有可能深入到他的家庭 对 我们以朋友的方式来去你家做个课 这总可以吧 哎 了解他的真实的状况 然后第三呢 就是我们在一个时间段内 我们不要动钱 因为这个钱这个事情 不是说咱们抠门 但是这个太敏感了 我们还是要有一定的自我保护的意识 这个我插一句 在上海有一个老阿姨叫百万青 她经常对这个再婚的这个女性提醒 有一句上海话 叫 老鬼不脱手 脱手不老鬼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把钱给看住了 什么事都可以商量 明白吧 是那个意思 其实我想补充一点 就是防止生活戏剧化倾向 要突然之间来了一个 跟你过日子不太一样的人 又条件特好 又背景特特别 一会儿家里又有人得癌症 一会儿又碰到车祸了 就都是电视剧里的那种事 和那种人的时候 你就小心吧 多半就不靠谱了 可惜的是 人们特爱相信电视剧里边的那种情绪 感谢观看